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11点半的新手导游团 我是哲伟 我们要透过新手导游团的方式 再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提案的坑主 还有社群参与者 他今天有没有招募到新的朋友 那或者是在萤幕前 或许您还没有找到坑 还没有找到专案 也透过我们的导游团 可以再多认识一些专案的进度近况 还有今天想做的事情 那也可以变一个跳坑的选择 所以这个导游团呢 在我们在实体大松的时候呢 会拿着棋子带着会众 真的很像导游团的方式 带着大家一个一个专案的座位 来跟坑主聊天 跟参与者互动 那我们今天就是用线上的方式 透过线上纠纯的系统 可以进到每一个坑的提案的空间 我们跟大家聊聊天 所以我们就依序 依照今天的提案的顺序 首先呢 我们想要来看这个 陈同福老师教学系统开源计划 那其实这个计划 针对就是一个文字 还有笔画书写的一些开源化工具 正好今天的坑主呢 也在我们的直播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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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比较简易就是 呃 其实今天你的提案是用预录的 对对对对 有帮我们展示那个怎么书写笔画 包含陈同福老师的系统 对系统 还有那个蒙点的笔画顺序 我发现蒙点的笔画顺序 比较 比较严格一点 对因为他他那个应该说是 Rami写的那个还蛮严格 就是好像一定要点在很正确的 开头的位置 就是很很正确的开头位置 才会有反应 诶 所以你在你做这个专案大概也是 刚开始参与到这个专案 刚开始而已 刚开始而已 那大概未来方向还是以开源化的 的方式来进行吗 目前就是希望说 把那个呃 呃 陈同福老师他有做的一些功能 嗯 就是大概三四个不同功能 还有他已经整理好的资料 就是把它开源出来这样 是 那好 我们期待你可以今天再找到更多的朋友 一起来协助这个 应该是蛮 蛮长远 会蛮深远的一个教育的专案 对 好 那谢谢坑主 欢迎大家加入那个slack edu的频道 edu 的频道去讨论 好 那我再来把坑主推出去 屏幕框 好 下一个提案呢 呃 是台湾好职地 诶 这个虽然坑主本人现在在现场 不然我们还是可以进到这个画面来看一下 因为在刚才呢 有一位朋友叫timo 那他有 马上就分享给我一个知识 他观察到另外一种潜力空间的用地 首先当然这个专案是比较算从 数目资料 用地资料 找出可以补值的空间 这样子 那他timo分享的是一个叫彩阀计划管理作业平台 那实际上呢 他就描述说 这个彩阀计划管理平台 有很多大家现在看到画面上是 好像正在审核过 审核通过的一些林地 当然彩阀这个事情 就是所谓书法 或者要把这个木材把它 判除下来做一些应用 那timo建议是说 这些审核通过的地点 表示说他在可能近五年之内 才刚经历过书法 所以是真的是潜力的空间 可以再重新造临 甚至在这个管理系统上面呢 还有这个地图 所以可以直接看到那个地图的图块在上面 那所以这是刚才我们这个专案的进度 那接下来 当然也如果各位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 可以进到这个聊天室 然后也可以来参与其他的一些工作事项 好 那我们再跳回大厅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下一个提案 那因为我们这个下一个提案是Cold Fact 真的假的 我们先进到聊天室 是 有一个布丁吃不够的时候 你有想过你要吃两个吗 你要拆你的麦克风 那时候会融化 你要趕快吃掉 是融化吗 Cold Fact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揪松团的新手导游团 你好你好 你好 所以这是比铃吗 是我是 你好 我们导游团想带大家 YouTube的前面的观众带大家再来 稍微看看Cold Fact的进度 欢迎 那今天也是有一个实体的小剧 是吗 是是我们在科技大楼 OK OK 半实体小剧 位置还很多 欢迎大家来 位置还很多 所以你们的地址 其实有写在你们的协作页面上面 有 我们地址有写在协作页面上面 有 有一个实体地址 然后给进去 都会 他会否则你给到图公买 所以如果想要实体参与的朋友 其实可以抓紧时间 因为到今天 复兴南路二段337项 六弄二号 六弄二号 你地址背得这么熟悉 偷看一下 那我想就也是 今天也是持续做辟谣的查证 跟一些后端的开发吗 今天主要是前端 前端 OK 今天是后端吗 你说什么 工程师 辟谣 辟谣 OK 工程师就是上外线 对啊 有一些前端 对我们工程师看起来 还是前端的工作比较多 其实不是辟谣 我们今天想要找帮忙按圈圈叉叉的 圈圈叉叉 对对对对 如果大家有在大厅的这个业的话 我有先来毕业 因为可贵的网站正在改版 昨天半夜凌晨刚上 所以想邀请大家一起来测试网站 然后有一件事情是不需要批 你只要看讯息就好了 是一个可以增进大家阅读素养 跟阅读速度的中文阅读测验 是是是 不要这么种回应 然后你就可以帮他按一个向上的大母哥 觉得回的真棒 但如果回的不好呢 就要帮他按一个向下的大母哥 觉得回的真烂 然后我们想要累积很多大母哥 所以变成是大家可以来回馈 听到辟谣的 就不用辟谣了 就看别人辟谣 然后复得帮忙审别人回的好不好 他比较类似一个就是阅读练习 很像中小学的阅读测验 中小学阅读测验 对比较没有压力的参与方式 了解 参与时间只要一分钟 所以在共笔页面上面 有留下编辑的入口 有的 希望今天可以再做一个新的 就是显示页出来 可以跟大家说 现在有几个人爱了 在圈圈叉叉 那按的只要大母哥 希望可以比较这样讲 所以你看你回的 你按了这么多个 好 那就欢迎 荧幕前面的朋友 可能自己也可以 播一点点小时间 来帮忙这个任务 那就我们就往下一个 专案移动了 谢谢Coflack 好 再见 再见 还有一个提案 我们要进到 数位农民例 数位农民例的提案者 我记得是健泰大哥 健泰大哥有在吗 我们是揪松团 我是哲伟 我们在介绍每一个提案 今天的一些进度 看起来健泰大哥应该 还没有开麦克风 不过因为我正好本人有参与这个 数位农民例的专案 所以我记得上个礼拜 在苗栗同化松的时候 就从健泰大哥这边开始提出这个构想 然后我们那一天的共笔也开始把它书写起来 甚至还有一些demo 我记得那天还有做一些前端的demo 看一下 有个叫时间地图的工具 就是我们所谓的农民例 数位的知识 如果可以把它前端化 就是它有地点 例如说健泰大哥有分享一个说 叫做山樱花的讯息 它的意思是说当西边的山樱花 正在发花苞的时候 部落 特别在司马库斯正希堡的部落 他们就说他可以开始种小米 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们当然汉人的农民利的概念 就是有个时节有个时机 做一个事情 那它其实是有一个地理范围的 那当然也有些内容照片的引用 所以那时候也有开始做这样的 比较怎么样数位化的呈现 这样的一个农民利知识 那回到这个专案 其实在页面上面 应该还有蛮多的各社群朋友说 看到这个概念所想回馈的 我想发展的一些方向 那我们期待就是对农民知识 或农业知识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跳这个数位农民利的坑 特别是我觉得知识产出之后 怎么传达给大家 我觉得也会是一个蛮有趣的工作方向 好那简单大哥我们就先回答题 我们要往下一个专案移动了 下一个专案呢 我们到的是踏出同温层中立资讯平台 OK 那这里我记得是Eli的提案 那这个提案就是比较针对是 现在我们很多所谓同温层 或者不同立场的朋友 怎么样有一个 大家共享一个中立资讯 或者多元的资讯的一个地点的 平台机会 那在这个文件上面 他有留下这个包含简报 还有聊天室 还有一些文件的开发内容的构想 还有参与者 那我想或许可能也在slack 再找到Eli跟一些社群参与者 再追问一下社群这个专案的目前的进度 好没关系 那我们就先回答题 下一个提案我们要到这个线上揪松 and 2D揪松 也就是我们现在运用这整套的这个线上协作 开黑客松的工具平台 !" 哎呦 感谢Steamy 赞出1000块 正好Steamy也有在今天 这个线上揪松的会议室里面 大家好 我们是那个揪松的新手导演团 请问二滴揪松 跟线上揪松的朋友在吗 看起來他們可能還蠻忙碌的做一些事情 沒有開麥克風 那 嗨 請問有人嗎 OK 我覺得自己我自己覺得線上糾蹤其實 嗨 Ronny 哈囉哈囉 嗨嗨嗨 怎麼有開麥克風嗎 有啊 有這樣有聽到嗎 有聽到聲音 OK OK 好 看起來你們這聊天室還不少人 有Steamy還有你還有另外一位 對 今天有什麼預期的工作方向嗎 有像Steaming Steaming現在就跳入了2D的部分 所以2D的部分已經在改版了 OK 然後接下來就是2D應該會加蠻多功能的 是 然後我這邊的話我今天預期是想要把分割畫面小幫手這邊就是會增加更多功能 然後讓那個等一下下午短講的時候我會8分鐘的時間教大家就是這兩個工具 就是2DRP就要怎麼畫地圖 然後以及分割的小幫手要怎麼使用 讓大家都可以使用 你說分割畫面是說 有時候我們開一些視訊會議好像他有那種視訊軟體幫我們排好版的意思是不是 對就是因為很多人要開視訊會議的時候他都要用現有的那個就是排版 然後現有的排版 但是可能現有的排版可能會不符合大家的預期 例如說你可能裡面要有個小幫手在裡面 你們要把小幫手去除掉 或者說你想要凸顯誰要比較大誰要比較小 例如說誰要在右邊誰要在左邊 對或者是你今天要開你要視訊會議來上課 那老師當然要比較大 但你有些學生會被看到 所以有很多不一樣的排版 那分割畫面小幫手就是讓大家可以用HTML 就自己寫出你要的排版 然後就自動就接上GD 你不用去管說GD的API怎麼使用怎麼去接軟體 你只要寫HTML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分割畫面小幫手就是把這個視訊螢幕有一個你想要的分割的方式 然後這個小幫手可以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來做出這個分割的成果 對而且你可以做成很多個不同的像場景一樣 譬如說我現在場景是老師講話 或者是我現在場景是學生發問 那麼老師就可以說在不同的情境下老師切換不同的場景 學生們看到的就會是不一樣的 哦好 所以下午的短講你也會教大家開始怎麼樣了解這個工具的使用嗎 對所以下午短講主要就是怎麼樣一起來畫2D地圖跟怎麼樣來使用的工具 好 好 了解 那看起來是今天很期待你們的分享跟今天的專案進度 那就謝謝謝謝希望眾眾的朋友 下一個提案我們要來到ZERO Archive臨時檔案局 B 我會不要講 4號你好 我們是新手導覽團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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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又聽到你的聲音 嗟? 嗟? 嗁 那今天有什麼進度嗎 或者目前的 揪人的狀況 威威有聽得到嗎 有 可是我聽不到你講話 真的嗎 那現在有聽到了嗎 有了 了解了解 不好意思 嗨 嗨 好沒關係 你好 導遊大大 所以今天也是持續 其實臨時導演局是好像最近幾次都持續有來提案 也有一些進度 對對對沒錯 不過今天可能大家都非常的分心 因為好像現場有一些很精彩的事情正在發生 OK你今天人是在 可能是NPO Hub的那個實體場 對我今天是在一個神秘的場地 然後現場有人在煮飯 有人在煮飯 對齁 差不多快到中午了 沒錯 大家肚子餓了嗎 不是 不是要來講專案嗎 不過這樣一講 好像時間差不多真的快到中午 對啊 而且待會兒還有 12點半的時候還有talk 最好就是最影響是邊吃飯邊聽talk 沒錯沒錯 一心多用 就是要這樣 就是計畫就是這樣 對 好 所以Zero Archive其實應該吃飽喝足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來開工 對對對 我們今天就是準備好了蠻多資料集 然後我們目前這個坑裡面的成員 就是PM5和文藝也有幫忙大家寫了這個 要怎麼使用資料的教學這樣 然後我們在那個提案列表上面都有那個連結 或是大家可以到Zero Archive.tw去看我們那個工筆 然後上面都有一些教大家怎麼用 教大家怎麼用Python就是玩資料畫圖的一些教學這樣 這樣子 歡迎大家來參與 不錯 所以有擅長寫程式的朋友可能有發揮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大家其實平常看很多的也就是各種網站的訊息 如果自己也覺得好像這些訊息怎麼流來流去 臨時檔案局應該是一個可以讓你看到這整個移動軌跡訊息傳達一個蠻好的整合的資料庫 對 不過我們現在因為資料量蠻大的 所以我們自己也還在摸索說怎麼樣 怎麼樣來使用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們也有 就除了完整的資料集之外 也有釋出一些小型的資料集大家可以先玩玩看 然後有心得的話就慢慢擴大 但因為我們自己也覺得其實 一開始教大家就是做很多事情其實蠻難上手的這樣 好 那就邀請螢幕前面的朋友 就是因為臨時檔案局的這個其實我們息息相關會接收到的訊息新聞 我覺得如果大家對新聞試讀訊息的流傳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不妨來協力這個專案 好那謝謝資料的分享 好謝謝各位 OK那今天提案下一個是Linecoin狂想曲 好幾個是Linecoin狂想曲 上一次Linecoin也有來提案 上一次我記得還有展示說 Linecoin它怎麼樣去協助這個 內容創作者跟打賞的民眾 他們怎麼樣透過Linecoin來互動來打賞 那這一次他用狂想曲這樣一個副標題 只期待我們其實在Linecoin上面 好像可以衍生更多的發揮機會這樣子 那雖然聊天室這邊好像沒有參與者 不過他們其實有自己的slack channel 在slack channel裡面是蠻熱絡的 常常看到不管是Linecoin的營運團隊 或者對Linecoin有興趣的朋友 都會在slack裡面分享他們的想法 所以如果對於Linecoin這個本身 當然它是一個以開源區塊鏈為基礎的 一個虛擬貨幣 但也可以是你可以把它看成 一個代幣的一個形態 對這樣的主題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到今天這個共筆上面 以及他們的slack channel slack channel我記得就是Linecoin這個名字 OK 那我們再往下一個提案移動 下一個提案是阿美與蒙典 我們請到阿美與蒙典 第一教區的資料回報給總會 所以他們會在他們的信裡面 也用主語跟他們習慣的語言 然後去回報總會 所以像巴黎外方會 他們有巴黎外方檔案館 那檔案館裡面就有一櫃叫FOMOSA 然後裡面全部就是當時 1930年後期到現在 他們所記錄的原住民部落 台灣的歷史現況 是法語 法語 法語 然後也有中文啦 但很少 因為這些傳教師還是比較喜歡用法語 他在巴黎尤其是大家可以去看 然後他們有很多照片 這還蠻 那我們剛才 為什麼這邊沒有說話 是因為阿美與蒙典其實 11點的時候 就是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們有個短講 特別是有一些研究的朋友 他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跟進展 所以我剛才就不打斷他們 那如果對於阿美與蒙典 特別他有一些 這個原住民字典 文化保留的這樣的主題 有興趣的話 就不妨直接到這個聊天室裡面 聽聽看這個研究生的分享 以及這整個專案的未來的方向 OK 那我們就往下一個專案移動 下一個專案是Herstory in East Asia Herstory in East Asia 請問Herstory這邊有朋友在嗎 目前看起來可能還在忙的別人 別人century その內容就是 阿不興趣的 她真的 mount燈 OK 剛剛那個Herstory 可以閉嘴還在 DX 其实主要是透过东亚这边不同国家 针对性别身边的女权的一个运动的历程 或者是事件 做一个算是互相分享这样的历史的推动过程 他们其实是有前端的一些需求 所以我们要怎么找到某一个国家的历史事件 那其实是一个查找的前端 甚至是怎么呈现到他的地点 他的时间区段等等 所以在他的共笔页面有 目前他们已经开发出来的一些前端的成果 但后台资料库它就比较涉及到是翻译 不同国家因为它是以母语 自己的母语跟善用的文字来做记录 那怎么样分享给其他语言的使用者 所以还会有翻译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这是一个跨国连线的 然后跨国协力的一个专案 那我们接着再往下一个专案移动 下一个专案是GNVSUMMIT 2020 SUMMIT 2020其实 他们其实有公开今天的这个文件 就是包含日期包含现在筹备的一些进度 我们可以直接看他们的这个工作文件 所以他们有他的简报还有整体的规划 所以可以看到在共同主办这边是有很多的单位 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实际上GNVSUMMIT来说 一来是到台南 然后第二个是跟不同的角色的组织 一起合作的一个一次的经验 那刚才有HeartStory的朋友提到说 他网路断线 所以我们刚才进去的时候没有碰到他 我们再进去一次 嗨请问HeartStory这边有朋友在吗 有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再看看待会有没有重新连的回来 那我们就要先往下一步移动了 OK那我们下一个是 其实结束了 OK所以我们最后其实有留了所谓的空白会议室 空白会议室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会议室就开放给大家 那如果你今天可能错过了提案的时间 那反而现在有想到一些灵感或有些专案 那如果也需要有一个地方 来作为这个线上讨论的地方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用这个空白会议室 你可以在里面直接用他的这个聊天功能 然后共笔的功能等等 那刚才HeartStory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次有没有连线成功 喂你好 有我刚才有听到你的声音 有听到吗 有你是PEI4 对 我们是新手导览团 我是哲伟 是 所以你们今天也有 我们不可能处在一个尴尬的状态 会吗为什么 组纠组纠组纠在忙别的 别的案子 然后 然后其他的 其他的团员在忙 call for japan或call for korea OK 然后我是 我是上个月才加入的 那这样也是上个月就有一个月的经验 所以 那我可以这样更好问问看 为什么会有兴趣想要参与这个专案 当初自我介绍的时候 有提到对性别议题有兴趣 所以就被组纠拉进来了 所以在还没有被拉进来之前 可能你会有办法知道这个专案真的有在进行吗 或者会不会有这个讯息 比较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还没有真的上线 或者是发布到网路上 所以这些目前都还是在他们自己的网语上面 就是好像比较 比较不会有机会在网上搜寻到 那如果作为 也想顺便问看你的意见 就是作为关心性别议题的朋友 你觉得未来他们的曝光的平台 你觉得会怎么建议他们去 让更多人来用大家开发的成果 这刚好是我本来这个月想要跟他们讨论的事情 就是我们到底想要比较走倡议式的 还是比较偏就单纯治疗库的 但是因为这个月还没有机会跟大家聊到 今天应该会有机会 下午还有些时间 跟大家等到晚一点 对啊我觉得 然后韩国那边要说好像是下午三点之后才有空 都没有办法讨论 因为我借由上一次跟最近看到他们的一些进展 我觉得一方面是资料库 然后也有那个地图化的呈现 甚至时间区段的呈现 是一个很惊艳的一个成果 那我就在想说未来推广的平台 或曝光的方式 目前可能还是先 他们好像都还是在就是独立的网站上面 就是做一些内容 那后续有没有可能再跟其他平台合作 而且好像里面有一个成员是女人迷的设计师 所以有可能未来可以从那边去着手吧 对可能就会找一些也是关心性别议题的 友好的网站或单位 一起来从他们观点来看看这个 Her Story的成果 一起来做推广跟曝光 好 期待你们今天可以往这个方向再多一些 产出跟讨论 那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谢谢 好 那今天的新手导览团 我们其实就主要 借由这个过程 我们再请会众们再看一下 每个专案目前今天设定的一些工作方向跟步调 那如果刚才的导览之后 你发现有一个某些工作的专案 你是可以有去协力的机会 那就事不宜迟加入这个聊天室 然后跟里面的客人组跟参与者 聊一下说你想要协助的部分是什么 那导览团的行程就差不多到这边 那我先预告一下12点半的时候 有没有下一个这个Talk的时程 就是FTO包含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四国的这个公民黑客 组成的FTO的一个历程的分享 那到时候会用英文的方式进行 那期待这个主题的朋友 记得12点半之前 赶快准备好你的中餐午餐 那可以在荧幕前面跟着FTO的主持人 一起来了解这个推动的历程 以上导览团就到这边 先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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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